窄窄的巷道內 光是停機車就很困難 更別說是汽車了 如果去永平公園 附近停車空間嚴重不足 民眾抱怨連連 只能把車停在距離較遠的堤防外 新郭位 黑法定位區 南港區 通話區 裡面空座的區域就沒有 所以說沒有的時候 就停到蘇宏多裡面 蘇宏多裡面入區 蘇宏多如果剛才我們 我們這個老人的時候 台風機或者做大水的時候 車子又刷就那種 所以說非常不方便 為了解決老人的停車問題 新北市院李翁月娥 召集相關單位會刊 希望在永平公園內 徵庇地下三層停車場 早期我都一樓到五樓了 幾乎沒有地下停車場 所以我這裡特別去做功課 把資料整理好了 找我們交通局我們的科長 他也很擁心 這隊有兩千八百客戶 差不多有八百四十坊 那麼他開發率可以達到百分之五十 所以我們幾個地下 一二三停車場 這個部門今天特別邀請 我們相關單位和交通局 來現場希望他們去做民國 交通局人員表示 依照百分之五十的開發比率 若開發地下三層 約可提供一百零五個停車位 出估經費約1.6億元 我們出估的話 如果開發地下三層的話 大概可以一百零五個 但是他還要看那個機率的狀況 因為這裡兩旁都有一些老數 那他還有車道出入口的零路條件 都要去做評估 那我們預估的話 因為他的規模比較小的話 他的工程經費可能高達一億六千萬以上 真批地下停車場 雖然所需經費龐大 但李翁月兒認為 政府在為人民做事時 無需考慮投資報酬率 只要能幫民眾解決問題 就是值得投資的好建設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羅倫宏採訪報導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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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